欢迎回来深入阅读说书会 这个月要跟大家分享的书是 小公司赚大钱 是2005年台湾东泛出版社所发行的 由两位日本人作者共同纸笔 一位是中小企业经营顾问竹田杨一 另外一位是零售企业的顾问白野克吉 那他们呢要用蓝策斯特法则 来跟我们分享小公司如何去赚大钱 前面章节 我们有提到了 小公司要多在顾客面前刷存在感 让顾客都知道你 顾客知道我们的存在之后 要怎么跟他建立良好的关系 然后为我们带来源源不绝的财源呢 培养客户的顾客战略 重点原则是什么 我们请Aryn跟我们分享 作者提到呢 要从事买卖经营 就必须要与客户接触 想要有效的促进营运 就必须要建立一套与顾客沟通顺畅的机制 这个就是顾客战略 作者说到假设我们拉一位新客户的成本是十块 那么维系并留住客户所花费的成本大概只需要一到三块 所以牢牢的抓住常客才会是最轻松的做法 固定客源是必要的做法 顾客战略的基本有三大步骤 第一步呢 就是让初次见面的人产生好感 进而变成客户 为了补取对方的好感 使用客户 最重要的就是站在客户的立场来思考 首先我们要对客户直接接触的部分要进行检查 改善客户造成不变 让客户花两次功夫的部分 大家可以来翻书例199页到206页 我们跟客户接触的部分 不外乎是名片啊 传单啊 报价单啊 公司行录啊 等等这些东西 针对这些会与客户接触的商品呢 作者就是有提到说 要补取客户的好感 比如说名片 我们要使用大字体 把电话 传证记号码 解得很清楚 通常在日本 他们印公司名字的时候 有时候会把人类别放在公司名称的前面 作者建议呢 博取好感的诀窍呢 就是要把法人类别放在公司的后面 举例来说 三田商会 诸事会社 会诸事会社 和诸事会社 三田商会 把三田商会放在前面呢 是让人家一开始就知道说 哦 原来有个公司叫做三田商会 这个就是补取客户好感的另一种方式 作者有提到说 名片我们可以把大头罩放进来 可以增加 第二步呢 就是让客人喜爱 进而变成常客 讨好客户的最佳捷径呢 就是提供客户超乎想象的超值服务 作者说 最接近这一个状态的就是感谢 例如说 我们接到订单之后 就要立刻打电话 或传真向客户表达我们的谢意 那如果呢 客户在付款日之前 提早汇款给我们 我们收到银行的通知之后呢 也可以发出感谢的明信片 来谢谢客户提早汇款给我们 在书中的第214页 218页呢 客户有提到一些讨好客户的一些作战方式 内容很多 大家可以自己来翻书 第三个步骤呢 就是让常客也能向其他人介绍 进而变成支持者 作者提到最有效的方式呢 就是使用定期邮件或是发行电子报 这个目的呢 就是要让客户对我们公司 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作者提醒大家 绝对不可以有傲慢自大的心 很多公司在经营越来越久之后呢 老板就会忘记自己当初创业的初衷 热忱也渐渐的变了 但会以自我为中心 当我们接到客户订单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 而忘记了我们要感谢客户给我们订单 一旦出现这一种状况 没有热情了 就会很容易让客户心生反感 而把订单转给其他业者 所以呢 要好好的掌握住作者提到的这三个步骤 来牢牢抓住我们的顾客 跟顾客建立良好的关系啊 让他产生好感 让他变成常客 他变成常客之后 再帮你介绍客户 所谓呼是理多人不怪啊 只要有礼貌 然后贴心的服务 然后让他有每一次都有一个美好的体验 然后不凹大自慢的话 我想跟顾客建立良好的关系 这是重点 方式当然很多 大家可以再思考 因为毕竟刚刚说的例子有蛮多都是 日本那个地方比较适合使用 没比在台湾可能有更多其他的方式 那这我觉得掌握这三大原则 就可以跟你的客户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关系 好啦 说到这里 我们的赚钱法则也介绍到了有六张之多了 接下来最后一个赚钱法则 最后一招是什么呢 我们下一张节 大家一起来看 接下来最后一招地 将该移动的朋友们 我们下个小学科则也会有超运动 询问一下